2021太平洋国际龙洲街将于11月5号到7号 在花莲县鲤鱼潭风景区热闹登场 共有72队1338位选手共襄胜举 同时也将启用国内第一栋的水域室内运动训练中心 国家队选手也将在此长期接受训练 国内第一座室内水域运动训练中心 其中硬体设施包含了室内循环式滑桨池 重量训练室、淋浴设备及餐厅 希望能够提供给选手们更完善的训练环境 帮助选手在国内外的赛场上增加竞争力 对这个算是在世界各国 它是一个冬季期的训练 因为如果冬天的话室外也难 然后在全世界各国很多人会利用冬季期 来做基本动作的调整 还有一个专项的激励训练 因为它的每一奖滑脚 跟实际的动作是要一致的 但是因为这个水如果是静止不会动的 它有一个反弹力 所以会比较辛苦 但是它这个设计是它能够环绕 那个水会跟着这个滑脚去做一个旋转 就比较不会是死水 就比较感觉会比较跟实际划船比较像 光联太平洋龙舟节已迈入第六届 期待带给参与这一次赛事的选手与教练们美好的回忆 除了是高水准的龙舟赛事之外 也一起品味花莲好山好水 一起滑出健康好奇色 记者林杰收封箱采访报道